苏克贝塔第十集中 苏克贝塔追寻花瓣的线索 在路人的指引下来到万事通的家里 万事通家里的门牌号为309 这个数字出自周恩杰作品309暗示 309暗示讲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在自家的衣柜中发现案道 进入从而发现金银铜铁四个门的冒险故事 其中金门里面的人都是金字做的 银门中密宫收集人类有史以来为人的头 研制出致聪盔 铁门中有地球运行控制室 而铜门中是上帝的第一实验场